首届中国国际微电影展昨天晚上在杭州接幕 来自世界各地的2100多部作品参加评选 在为期三天的时间当中 评委会将从中决出48部最佳的影片 在昨晚的微电影展开幕式上 主办方公布了86部 获得首届微电影金桂花奖提名的影片 除了少数是来自明星的创作 大部分都是业余电影爱好者的作品 微电影这个门槛就是会比电影要低一点 2010年微电影老男孩率先在网络窜红 到2012年末国内微电影的数量已达到4000部 微电影也成为挖掘影视人才的宝库 其实我是希望在透过看这些微电影 真的找到好的人去拍大电影 这是一个好的渠道去找人才 微只不过是它的长短而已 电影就是它的艺术 如果说微电影变成一个微视频的一个概念 这就是确切了微电影的一个含义了 明晚本期微电影展将公布48部最佳影片的名单 此后中国国际微电影展将落户杭州 每年举办一次 东方卫视剧场陈贝尔浙江杭州报道 见面了